偏僻相间的铁皮屋里 缓婚时床纹纷飞 14岁的小秦正帮爸爸尤南按摩监禁 她在今年4月中风 左半边的手脚都没有力气 至今仍需要家人的照顾 那时候我还要睡觉 然后等下就这样起床 然后才发现她是有点重疼 然后就很快就把她说指寄院 除了小秦 尤南还有一个11岁的女儿小珍 因尤南倒下 太太张琴照顾她也无法工作 现在家中仅靠社福补助每月共约8000元 难支撑一家医病生活开销 每天都要用到钱啊 因为尤南去电疗都要用到钱 然后再来就是付件 那我是安排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付件 一切的细酒啊抽烟啊檳榔啊 都是坏习惯 结果这一次成病以后 决定把这些习惯的病毒在外 希望她能够健康啊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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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这个一路那个退步的 然后 我也在那里去 再加油 加油 我们本来就要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